我跟你們說 抓蚂蚁這件事情啊 就是 你幫了牠之後呢 就要開始再幫自己 幫完自己呢 要開始再幫牠 唉唷 很煩 抓蚂蚁很無助耶 好 那邊有一個叔叔 你看站在那邊 前面有個通知 手上有繩子 右手那是刀耶 這是牠一直往那棵樹這樣看 遇到 在看什麼啊 問一下牠來了 剛剛你在看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 是牠嗎 哪裏有什麼牠嗎 你說那個 土黃色那個地方嗎 是吃牠的蛋嗎 馬鷹也吃 蛋也吃 因為我之前只有吃過蛋 所以螞蟻本身是可以吃的 可是大哥 我看到你這邊有繩子有刀 可是這水呢 水是要做什麼用的 因為牠怕水 所以就是用這個 它一摘下來有沒有 我們就迅速把蚂蚁給放進去 它就不會亂跑了 這個重大的責任就交給我 要去摘那個蚂蚁呢 我們就交給專業的來 去交給大哥 大哥你放心 你不用沽這個水 這個水我會沽好 好不好 你可以去放心的上去摘了 我會沽好的 加油 大哥一定想說我到底在幹嘛 真的啦 我會適時的幫助你伸出我的援手 好不好 大哥 走 不是吧 原來緬甸人也愛吃這種螞蟻喔 要說到這種樹上的紅螞蟻 絕對是讓人最最最最痛恨的美食啦 很難取得就算了 一旦與他們正面交鋒 肯定是哀嚎片也體無完膚 不過讓人好奇的是 聽大哥說 除了一般常吃的螞蟻和蟻蛋之外 緬甸人最愛的 群羊是長了翅膀的繁殖蟻 而且只有在他們繁殖的季節才抓得到 可說是季節限定的 極品來的 其實樹上 就有幾隻螞蟻 你自己看喔 我站這麼遠喔 我離樹這麼遠喔 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螞蟻在爬耶 你看它有多大隻啊 超大的 好 我看我的手指放在這邊 對不對 它其實跟我的手指頭 這樣子 平放 橫放 是一樣大的 你等一下要爬這棵樹 好假的 可是你在爬的時候 它不就是會咬你了嗎 可以走可以 我們應該過關 但是我想上面 豐富的那個螞蟻 還是不得讓它叮的 值得讓它叮是不是 沒關係 我們等 等一下下來的時候 再判斷說 它值不值得 我現在可不想要被叮 我現在只是接近這個樹而已 其實早上啊 剛剛一大堆耶 其實說這個樹齁 也是滿高的 應該有差不多三層啦 哇哇哇 欸好厲害喔 你看看 其實大哥啊 在抓的時候 就會有一群螞蟻這樣 蓋住它的手 哇 一定很痛 大哥你這個繩子 是做什麼用的啊 卡過來以後 慢慢的把樹根放下來 所以呢 待會大哥啊 他那個刀啊 就是要把這一段 可以啊 給砍斷 砍斷呢 如果它直接掉到地上 全部都試散了 所以大哥它就是變成是說 它要綁那個繩子 綁住之後呢 就像是我們 有時候在送貨一樣 從高處 然後遞東西下去 就慢慢的這樣子放下來 看到這種螞蟻 相信大家一定有點熟悉 又有點陌生 它們其實叫做黃金蟻 或紅樹蟻 是屬於枝葉蟻的一種 顧名思義 就是會透過像蜘蛛吐司的方式 把樹葉織成自己的窩 只是我說大哥 你這樣刺手空拳 就直接衝到人家的門口 會不會太殺了點啊 你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喔 它們搖起人來 可是會 讓人的痛哄欲生啊 如果它砍呢 是整隻耶 可以說 喔 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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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喔 哇 好多喔 很多耶 很多耶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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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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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說一點點痛而已 根本就超痛 哇 我剛剛不是看到這個對不對 對 但是實際上有兩個窩耶 你看這邊也有一個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啊 這窩都不好看而已 沒有 沒有 好多螞蟻喔 我決定要死出這個招數了 因為這個 這個時候 就是要一直動一直動 才不會被螞蟻咬 你看看 他全部都跑不來了 在這邊定上 曹哥 幫你指派老師 手直接拿著 哇 打開你怎麼直接用手下去 我的手不會痛啊 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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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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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來來來 裹眼鏡 哇 我們看到大哥的手 全部都是 1984 acabou 大哥你的手不會痛啊 atsächlich 大哥你的手不會痛啊 哈哈哈哈 全部 現在全部最冷靜的就是大哥一個人 然後其他 沒有一個啦 沒有一個 全部 好啦,我們跳舞比機了 咬死了! 岸山上的雞皮疙瘩全部都爆炸了! 這些數以千萬計的紅螞蟻 從蟻窩裡面四散開來 傾嘲我出的氣勢真的是amazing! 好像只要擋到他們的路 就會被咬到 艾伯喬布,果不其朗 差幾分鐘的時間 當年數十公尺內的人 跑的跑,閃的閃 剩下我們這些不能鬧跑的 只要不斷地原地跺腳踏步 左扭右甩 你的蚂蚁上身啊 你怎麼那麼冷靜啊? 你全身都是 對,幫忙牠一下 他們身上全都是 我跟你們說 抓蚂蚁這件事情啊 就是 你幫了牠之後呢 就要開始在幫自己 幫完自己呢 也要開始在幫牠 哎呦 很煩 抓蚂蚁很無助耶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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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牠全身都是耶 牠全身都是啊 感覺牠很像 感覺牠在過不久 牠就要變身了 其實被咬的地方啊 都會有一顆一顆的耶 哇 哇 瓜哥,我跟你說 痛不上我,瓜哥 對不起 你不要... 對不起 抓蚂蚁沒有更好的方法 原本還以為大哥是鋼鐵人來的耶 身上爬滿咬人超動的猴樹椅 還能這麼淡定 誰知道 最後竟然也受不了了 直接飛奔逃離現場 你看看,你看看 這猴樹椅咬人得很近 幾乎是用盡全身的力氣 光使用看的 都...都覺得 都...都覺得 一呆 怎麼會全部往這邊跑 跑都會有啦 不要說脖子 這怎麼開來的 脖子不會很難抓 瓜哥,他那邊都出來了 搞不好啊 裡面那個XX都會頂啊 我剛剛有個跑不好在那裡 我... 海邊 對 對 不會有的啦 比我剛剛沒有放在哪裡 好 好癢 好癢 等一下... 我來這前幾天啊 我們已經被咬得很誇張了 你看看 被沖咬得很誇張 對不對 所以 現在 真的會很害怕被咬到 而且這個螞蟻咬啊 它不像是蚊子釘 蚊子釘人就是覺得癢癢 對不對 喔,螞蟻咬喔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會生氣 會動怒 所以剛剛就是 你在那邊拍完的時候 背部又有 然後哪裡又有 好像無止境的 真的不誇張喔 就算我們已經躲得老遠 時不時都還會突然覺得 嘩,嘴邊痛 那邊癢 你就知道面對這一大群的螞蟻 造成大家多大的陰影 不說大哥 大家可是都豁出去啦 最好桶子裡的東西 真的有這樣的價值耶 剛剛呢 讓大家變得這麼活潑的螞蟻 究竟牠裡面有什麼痛恥呢 你看牠白白的 喔,這是蛋 對 嚇不跳 等一下 大哥,牠是誰 夾出去 沒人,沒狗沒人 一樣的啊 那個大的螞蟻啊 你看那個螞蟻 牠是有翅膀的耶 大哥哪一些是可以吃的啊 鯊魚啊,你給我鯊魚 全部都可以吃 嗯 扒出來 啊 大哥剛剛吃有翅膀的 你看我們在吃下去 你看我們在吃下去 有點不太敢相信 等一下喔 大哥 我說一二三一起吃喔 來囉 一 二 三 走 牠咬下去是脆的 沒有,你要說牠酸 牠是有一點點酸 可是牠的酸味啊 牠是 有點不自然耶 牠那個酸味啊 有點像是我們點精油的 那種酸 很像香精耶 大家可別小看這一隻隻的飛魚 就是因為那種特殊的酸氣 讓緬甸人愛不釋手 而且不只能生吃 還能水煮之後 加上各種辛香料做成涼拌 成為當地最具特色的開胃菜喔 這是鹽巴 鹽巴 鹽巴 這個是什麼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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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經炒過剛剛煸過對不對 炒過的 是這個呢 這個辣椒 辣椒 辣椒在這邊 這個是先拌一拌是不是 來 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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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怎麼會這麼酸啊 就很酸很像是 啊那叫整人堂啦 就一開始吃的時候 喔 點點的 然後點個幾口這樣 NO 開始很酸 這個應該 應該算是開胃菜對不對 因為它的那個酸啊 會一直提 提出你的那個 唾液 所以你這樣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喔 我可以吃下一道菜 喔 蠻開胃的 我想一下喔 欣甫的工作人員 還有誰呢 哈哈哈哈 他瘦喬醬 哈哈哈哈 憲哥有跟你講 好吃我才推薦你的 我今天吃素啊 是不是 他 他算素 他算素 但是是樹上的樹 樹上的樹 把他幫 把他當藝人吃 來 其實還不錯是不是 還不錯對不對 但是是不是很酸 你平常吃酸嗎 可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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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開胃 裴老師咧 其實我就跟你說開胃 真的沒再開玩笑 看看連我們吃過 大江南北的攝影師 都讚不絕口 想要整瓦打瓦香去 就知道這兩扮紅螞蟻 沒有想像中可怕 還會越吃越耍嘴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弄好禮活動喔 小鈴鐺